路径阵列 如果说我今天要用这个2D的话 其实会除了这个2D之外的话 各位也可以看到上面这边也有一个所谓的那个3D阵列 那其实在这里我们就试试看用3D阵列来做看看好了 不过3D阵列跟刚刚那个近色也有点类似地方 就是说它多了一个Z轴 也就是说之前本来有列跟蓝 现在要多一个层 多一个几层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产生总共要有往上Z手的话 就是要给它比如说10层 这里的话我们点下去 3D进去点下去之后的话 第一个它要跟我们要物件就点这个物件 按个空白键 再来的话它要哪一种类型 那预设的话是举行阵列 所以你如果不调整的话 直接就按一个Enter就可以了 再来它会问你说你要起列 这里的话特别注意 我们如果说只要往上的话 那列就是X方向 X方向你要几个 然后呢我们直接用一个就好 一列Enter 蓝的话 行的话呢是Y的方向 那Y的方向我只要一个 所以这边一个 那层的话呢我要10层 往上10Enter 接下来它会问我们这个间距的部分 那间距就是说我这一个跟下一个之间的距离为多少 那比如说如果给它50的话 那就是这一个跟下一个它会相距 它们间的距离是50 所以我而且呢会给我10层暗黏症 那你会发现呢它就自动怎么样 长上去的 有没有 就一个一个 那实际上 它是一个一个画上去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给它100个的话 你会发现它电脑会跑很久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正列就画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增加个两列 会不会变成两列 然后如果增加个什么呢 增加个三行 会不会跑出来就一圈一圈一圈的 所以一大堆 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利用这个所谓的那个3D正列 做做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圆环配合这个3D正列